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几款好用的杀菌的消毒用品 首先是这款Kloxa的消毒湿巾 那么不仅是能够有效地去除顽固的污渍 还能够杀灭99.9%的常见细菌和病毒 很适合用来清洁厨房的台面 门把手 电子设备和其他经常接触的表面 它的配方经过特殊的设计 可以快速地干燥 不会留下粘腻的感觉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这款消毒液也是他们家的 是一款强效的清洁和消毒用品 采用了浓缩的配方 只需要少量就可以达到理想的清洁效果 能够消灭99.9%的细菌和病毒 包括新冠病毒 这款消毒液适用于清洁衣物 浴室 厨房等等非常实用 这是美国很多家庭必备的消毒用品 有些网友评论称 用它来处理家里的黴菌和黴斑 也是很好用的效果显著 下面这款是被中国称为第一路的消毒液 也是获得了大量的好评 它具有强大的消毒能力 那么经证实可以杀灭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里斯特菌等细菌和病毒 并且配方温和 不会损伤到家具用品的表面 很适合家庭日常来使用 将适量的消毒液稀释到水中 用拖把或者是抹布来清洁地板 浴室厨房的台面 门把手等等 可以有效的消毒 同时去除污垢和异味 让家居环境干净卫生 接下来这款是雷索的消毒喷雾 能够迅速地杀死各种的细菌和病毒 不仅可以用来给硬质的表面消毒 还适用于沙发 床垫 地毯等软质的家具 它有多种的箱形可以选择 如柑橘和花香等等 使用后也可以让环境更加的清新宜人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办公室 这都是一款非常方便实用的消毒工具 这款是雷索的多功能清洁剂 具有出色的清洁能力 能够轻松地去除各种的油渍和污垢 无论是用于厨房 浴室还是地板 这款清洁剂都能够快速地还原 物品原有的洁净光泽 除了清洁可见的污垢 它还能够杀灭99.9%的细菌和病毒 帮助维护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待面这款是Arm & Hammer的消毒湿巾 可以快速地清除污垢和污渍 同时有效地消毒 冰菌的杀灭率会达到99.9% 那么这款湿巾是很厚实的 抗拉扯不容易破损 无论是日常来擦拭桌面 清洁家具 还是处理小朋友的涂鸦 宠物的小意外都能够轻松地应对 下面这款是一个抗菌的清洁剂 可以用于清洁厨房 门把手瓷砖玻璃等等 能够轻松地去除油渍和污垢 而且能够有效地杀灭家庭常见的细菌 包括流感病毒 大肠杆菌以及是沙门氏菌等等 它采用了挤压式的喷头 将清洁剂均匀地喷洒在需要清洁的表面 然后用抹布或者是海绵擦拭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这款是Windex的多功能消毒喷雾 也非常的畅销 不仅是清洁的效果出众 还具备强效的消毒能力 能够杀灭99.9%的细菌和病毒 帮助减少有害的病菌 在家庭和工作场所当中的传播 这款喷雾具有清新的柑橘香味 能够有效地中和清洁过程当中 可能产生的异味 让周围的环境 会更加的舒适和一人 要想阻断病毒的传播正确地进行消毒 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家中应该如何进行消毒 以及是居家消毒常见的误区 居家防护应当以清洁为主 预防性的消毒为辅 平常应该定期地打扫房间 清理灰尘 保持家居环境的卫生清洁 也要经常开窗通风 每天开窗通风两到三次 每次20到30分钟 对于家中的物品 不是一定要用消毒清洁剂来消毒的 可以优先使用加热煮沸 阳光曝晒等物理的方法来消毒 另外应该对重点的对象进行消毒 比如说是餐具 门把手快递 卫生间等等 可以通过喷洒擦拭泡 等等的方式来进行消毒 消毒的时候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比如说佩戴口罩 还有手套等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要避免一些消毒的误区 首先不要直接使用消毒剂 对人体或者是宠物 进行全身的喷洒消毒 消毒剂直接作用于人体 或者是宠物 可能会引起眼睛 口鼻等粘膜的刺激 皮肤的炎症 过敏的反应等等 同时因为喷洒的时间太短 喷洒的量也是难以保证的 因此无法实现有效的消毒 外出回家之后 首先还是要做好手部的卫生 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 或者是肥皂 充分的揉搓 洗净双手 不确定手部是否清洁的时候 避免用手来接触 口眼鼻等部位 日常的外套回家以后 直接是挂在门口 把外面穿的衣服 和家里穿的衣服分开就行了 没有必要每天回去 都对外套进行消毒的处理 手机 钥匙等随身的物品 也可以用消毒湿巾来擦拭消毒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 是很多人会购买消毒剂的时候 觉得浓度越高越好 虽然消毒剂的浓度过低 会达不到应有的消毒效果 但是浓度并非是越高越好 消毒剂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和腐蚀性 浓度过高 不仅会损坏物体 还可能会对人的口腔 呼吸道 肺部等部位造成刺激 甚至可能引发器官 组织受损的风险 除此之外 有些人为了提高消毒的效果 会混用不同类型的消毒剂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这个不同类型的消毒剂混合使用 可能会产生结抗的作用 那么影响原有的消毒效果 而且有可能产生化学反应 对身体造成危害 此外 室内是不要用酒精消毒液 来进行大范围的喷洒式的消毒 酒精消毒液的燃点低 遇到明火高热的时候 都有爆燃的危险 使用酒精消毒液的时候 尽量采取小面积小范围擦拭 或者是喷洒的方式消毒 最后提醒大家 一定要科学合理的消毒 使用消毒液时 做好个人防护 防止对身体造成刺激 还有伤害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试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 乐乎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